稍微做一个相关的注解 这个一定是一个范围 所以比对是范围 返环条件也要是范围 这个是范围 这个就要是范围 OK 然后呢 最后执行的话 一定也要是执行阵列 这个阵列的话 一定是Ctrl Shift加Enter 这个先按这两个 再按Enter 它才会去执行那个阵列 这个少个动作做出来 结果就不一样 然后最后做完之后 看到的结果 就会是 我再把那个刚刚的动作做一遍 1减下 2 插入一个那个 它在统计里面的那个small 所以你找到那个S开头的small 它会提示你array 你就把这个给它 那array的话呢 也就这个地方 A2本来是跟 这个跟它比而已 你要把它改成这个跟 这个范围比 1 你比哪个范围 ok 那因为等一下会向右向下 所以记得先把它锁起来 2的话呢 如果你比完之后 你不能一直都是第四列 你要怎么样呢 你要把这个改成什么呢 哪一列 那哪一列 也这个地方 现在是只有一个嘛 现在5嘛 那你不能 这个地方永远是5啦 不然你向右向下 全部都5 那怎么办呢 你就是移到中间 给它一个哪一列 如果它比出来的话 假如这个4 它就反完跟你讲说 这个哪一列 第二列 如果这个4的话 第三列 放在它指定的储存格里面 那k的话是第几小 就是它现在的列 现在哪一列 减掉4 它就第一 向下第二 一次类推 按确定 确定之后的话 当然你不要直接向右向下 如果向右向下 应该是不会执行 有没有 底下 因为它 变成说 没有Ctrl Shift加Enter 它就只有 跟一直都第一个 那如果你要让它执行的话 就Ctrl Shift加Enter 外面有大刮弧 再向右 那它比向下 就整个范围比对 那底下有错误 就是它 N的话它没办法 因为这个是N 它就没办法比 OK 好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做完了就第二阶段 第三个就真的要把资料带过来 不过你这时候 如果你像 这边下拉清贷 有没有 你会发现它会动 有没有 它会帮你真的抓到第四列 跟第七 第四 这个怎么回事 四跟六 这边漏这个 没有锁住 OK 对 你会发现它一个小动作 就怪怪的 所以你可以再执行一次 向右 向下 那些锁的话它变成跑掉 变成向下 它变成弱 它那个就会 就会增加了 就是三 二变三 三变四 十二就变十三 就回来的列出不一样 OK 那这样的话 没错了 那这个当然 你问三的话 OK 好 那初步就完成了 这个动作呢 其实主要是为 index布局 index是为三个参数 第一个是那个范围 那特别说 这个范围 请你一定要选到蓝 因为我们现在抓的是 第几列 第二 所以你一定要包含这个 这个标题蓝 标题列 第二的话呢 就是哪一蓝 好 那我们来试一下 接下来 请你把small 不包含等号 减下来 先取消一下 确定一下 有不要先放这里 好 把这个small 减下来 对 然后呢 再插入那个index 我们用那个 检视与参照 里面的index 好 其实不是只有 因为要抓资料 不是只有index 你也可以用index 你也可以用offset 如果等一下同学 有些 上学期 我这一题好像有讲过吗 没有 好 没讲过 没讲过 OK 因为有太多地方 不过没关系 所以这一题 但是我们这些函数都讲过 是确定的 index index 或offset 那如果动作比较快的同学 其实可以不妨试试看别的 反正我们其实 题目是 题目是死的 但是你做法是活的 所以 不要拘泥于那个 就是标准答案 我这边不是提供给你一个 标准答案 是给你一个参考答案 那当然如果你有更好的解法 那你也可以提出来讨论 OK 大家非常非常欢迎 因为之前也有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 那同学会提出一些 可能也许有一些比较 用功的同学回去会一直不断思考 不断去尝试 然后怎么样 OK 然后就会问一些问题 有时候我可能我也没想到 对耶 你的方法也许比我想的还要更周到 那当然我会用同学提供的那个 那比如说用index index 或者offset也可以试试看 那是像 OK 那这个我们用index按确定 那一样用预设的这一个 array的话请你选这个范围 记得要选到上面的 A1 为什么因为我们刚刚抓的是 第二列第三列第四列 那如果你没有选到 变成它向下一列了 这个范围先把它锁起来 因为会向右向下 那个roll number的话就列 就把它贴上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刚刚的那个small 再来的话哪一栏 哪一栏很有趣 你将来的话呢 目前你这个是指的 你要抓哪一 哪一栏 哪一栏已经抓到 比如说第二 这个是第二栏 那哪一栏呢 基本上 它这个是第二栏 对不对 姓名 那当然你这边 不能只输入二 因为你输入二的话 你等一下向右 它变成它要抓第三 第四 第五 所以你要向右的话 要改栏哦 那要怎么样 栏要能够跟着一起动 而且是跟着你向右的时候 跟着向右的时候动哦 这个时候你就要想到 前面好像有讲过 你可以用那个 函数叫column column的指的就是说 你现在所在的哪一栏 小瓜 column哦 现在抓到的是第七 有没有 那你要的是第二 所以你现在做一件事什么 减五就好了 对啊 减五 那如果你减五的话 假设你现在让它向右的话 有没有 它变成这个点第八 八减五的话呢 对有没有 再过来 九嘛 九减三 九减五 那就四了吧 这样的话 刚好它 这个是七有没有 七跟这个相差五 有没有 所以以后呢 用column函数呢 就可以达到这个效果 所以我们 前面也有带到 用column跟RAW column跟RAW在 index或index 它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有点像穿针引线 你如果不懂那个RAW或column的话 可能index你用起来也会有问题的 OK好 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减掉五 OK好 做完了 那其他的话 注意一下 检查一下 有没有锁起来 范围一定要锁 因为向右向下 这个是固定的位置 OK好 确定 那你会发现 因为你刚刚已经做过small 是正列 它贴上它正列 也已经帮你过来了 所以你不用再 cdl 如果你 你如果担心会错的话 你再做一次也没关系 好 然后向右 向下 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来试一下 一班 二班 三班 对了 有没有 最后还差一个动作 底下这些 看起来不好看 怎么办呢 把它过滤掉 所以再减一次 减下 很简单 很简单 用那个逻辑里面的if air 按个确定 把公字贴上 如果错误的话呢 空字串 不过 不过那个在其他地方上课 我发现 那个有些 环境 刚好他没有更新成2007以后的版本 如果2003 没有if air if air是2007 不过我发现 好像还有一些公司 没有更新 那如果没有更新 你可能就要 不能用if air OK 好 按确定 好 然后 然后向右 向下 试一下 这样的话就fine 就做完了 没问题吧 OK 所以基本上 我们刚刚的 重点 这个做完之后 再来 把刚刚的公式剪下来 剪下来之后呢 记得贴到index里面 里面的话 位置的话记得就是 刚刚刚 B 抓的范围 应该从A也可以或者送B1 我这边从B1 抓这个范围 其实好像没差 没差 对对对 OK 所以这个抓B或者抓A 其实好像结果都一样 最后外面再包一个if air OK 好 那如果做完 可以试试看改为index 如果你不用index的话 难度又更高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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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